然后因为刚才Patch的这个数据 它是以JSON文件格式来存储下来的 所以我们便于之后分析 然后处理的话 所以我们将这个百度迁徙数据 去进行了一个加工处理 为一个矩阵的形式 那么也就是说 将每天的迁入迁出数据 转换成一个N乘N的一个矩阵 这个N就指的是这个367 因为我们一共获取的行政区画 是把这个367个行政区画都记录下来了 然后这个人口迁入迁出矩阵的 这样一个加工处理的流程 就如左边的这个流程图所示 首先是便利这个一级二级目录 也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一一北京 然后它下面这个目录 这四个文件夹 然后最后获取到这些所有的Jason文件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Jason文件 它命名 这个Jason文件的命名 其实是可以获取到一些信息的 比如说这个Jason文件 它记录的是哪一天的信息 或者是这个Jason文件 它是记录的签入还是签书 等等的一些信息 然后通过这个文件名 首先可以获取到一些信息 然后再对这个Jason文件的本身的内容 再进行解析 然后利用这个Pandas库将JS转DataFrame 就是DataFrame是一种数据格式 然后最后通过对比这个程式码 也就是鲍老师那边提供的这个CityCode.csv这个文件 然后将我们爬取到的迁移数据逐个写入表格 左下角这个图就是我们转换成这个矩阵的一个样式 数据样式 然后具体关于这个要和这个提供的标准的程式码对应起来 就是进行了一个对CityCode这样一个一对应的一个处理过程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CityCode的一个节的一个图 就是关于程式码文件 它具体的什么这个地级室 或者是省份它对应的一些行政区画的代码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转换得到的一个数据矩阵的这样一个样率数据结果 这个图中所示的是3月23号迁入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在读取的时候要注意它是要这样竖着读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迁入的数据 那么我们读取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竖着这一列的这个北京 看作是迁入的数据 然后它下面这每一个数据代表的意义就是 从天津迁入到北京的比例 然后从这个石家什么迁入到北京的数据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就是迁出的数据 同理也是需要去竖着读 也就是将北京作为迁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然后它下面的数据代表的含义就是 从北京迁出到天津 然后从北京迁出到石家庄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 然后下面就是由胡桃老师来讲